上下就是找了一盒料出来嘛 然后向他们员工讲话 因为像我们这个这个布料它有禁副级的 对应好我们这里它是有 但是我们现在没做 因为以后我们这里就会有什么料 哪一站它这12345678到12 它是对应这里12345678 972的 它是对应的 那像我们现在还没装 然后就说你第一站是什么元件 就比如说你第一站是这个元件 你就找这个元件 它的上辆方向它是进级还是负级 因为是进级那你就按照进级去上 就是以后就对应这个站立表上上好 之后就是说有元件的是在右边的 原件是在右边 你要去上在左边你是装不上去的 必须要在右边 然后查上这里 它这里有个起轮对准起轮 之后就把它扭上去 这里有起轮了 扭上去之后 然后就拉到前面来 把这个小小拔开 拔开 放到这里起轮扣住 这里有个起轮把它扣住 你看这里有洞了嘛 扣紧就可以了 把它扣住 锁起来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动这个东西 但是前天要把气打起来 把气打起来 然后按这个电线把它就会动 动到这个情况下 这里准不准 还是要把这个气关下去 然后把这个刀叉推上去 你看刀叉这里 它是有两边脚的 你看看没有 它这里是不是有脚 你这个脚要对到这里 这个脚要对到下面这里 你这样推出去 看没有 需要对准的 这两边这个脚跟这个脚 需要再刀叉这里 如果说你没调准的话 情况是怎么样呢 你这个是不是不准 你这个是不准的 不准的情况下就是说 把这两个螺丝打松 然后这个可以前后移的 向前走一点点 对好脚之后 这个你气关了 你这个就可以推到动了 对准了之后 然后把这两个螺丝锁紧就好了 这个就好了 你调好之后 把这个锡再开起来 然后把一个亮出去 看一下准不准 就可以了 如果5.0的话 它一个圆两边是一样的 这是微调准了 但是2.5的话 就不是这样看 5.0的就是看这里 一个圆嘛 一边切一个 切一半嘛 嗯 再去调别打 忙了 好 谢谢 没事